就是練啦 然後走路的時候記得 我們人喔 身體這兩隻是很好的避震性 這叫走專業步 這樣子 那男生就是 那你是在走漫家的喔 不是嘛 有的人就散步走 畫面自然就不會好 畫面自然不會好 那如果說你 親握 走路 稍微屈膝來將震動減低 這條鞭在空氣中形成一條線 畫面就不會出現那種削減 還有一個重點 大家在拍的時候 在拍手扶梯 手扶梯在這邊 我這樣子在拍的時候 因為角度跟物體的關係太過接近 這裡的弧度呢 假設是1 可是遠在100公尺外的那座山內 那個弧度其實是0 為什麼 沒有對比 所以靠近這個東西 你盡量就是用身體去做前後 不要走路 因為這裡有個東西 這裡有個東西 你用身體去前後 你如果走路就會出現 這裡再動的現象 會有這種現象 假設旁邊都沒有東西 你就放心走 你要走三七步都行 畫面因為山那麼遠 不會畫 這就是教 再教大家一個技巧 在走路畫面拍攝的時候 中間最好有個人在影像當中 你隨便拍隨便聞 因為主視覺在中心 人的狀態下 在走的過程當中呢 穩定性就集中在這邊 畫面特略漂亮 不要去拍空的 盡量拍的 那貓貓狗狗有嗎 去追貓貓狗狗 這就是穩定其他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使用 那如果可以的話 哇 線上七萬多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個人 習慣了 本來就不會很多 好 在這邊講解到這邊 還有要問的 甚至很近啦 沒關係就過來 就過來 就過來 那聲音上來講 應該比你們這邊 弄手機好多了吧 可是因為這裡安靜 安靜 但馬路上是一定吵 只是說告訴你 就是說你收集 因為你們是活動 活動會來自兩個音源 一個是一個大喇叭 他聲音 他基本上是在現場蓋過的 蓋過旁邊的吵雜 那當他那個主音源不見的時候 該吵雜的嗨是得吵 那就必須說 你今天要強調什麼收音 你就會變成要拿那支shut gun 但是現場有沒有那麼多主音給你呢 有沒有那麼多boss在那邊喇叭賽給你聽呢 沒有的話 你就這個東西 跟你的手機 會變得一個結果 他收出來的聲音呢 就比較豐富 因為沒有主音 他就比較豐富 也比較大聲 會比手機大聲 那清晰度就自然提升 那你如果純粹用手機 你繼續說那種3米2米外的聲音 基本上都很響 因為他要抑照嘛 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好 接下來告訴他 在哪裡買呢 當然是怪即使啦 不是 沒有梗 隨便說一下 燈充電 沒電的時候 行動電源補上去 然後 這條是給你充電用的 教大家 那沒電的時候呢 等到你兩個小時 你確定都沒有辦法 將來要擴充行動電源再來找人 這要再加一些套件 鎖行動電源 再鎖一條線上去供他電 再來供他燈 大概拍完手也斷了 會變得很好啦 那眼前大概這樣就OK啦 那這邊結束收播注意件事 BOSS常常幹一件事 播完就放的啦 旁邊在那邊胡說八道什麼都來了 好 收播記得齁 現在六個 謝謝這六位朋友啊 感謝你們齁 留在這個直播線上 看我們在這邊打比賽 好 我們跟觀眾朋友說 掰掰 來 進來一點 好 等一下 站著站著 掰 掰 好你看 你們掰完人就開始變少了 哈哈哈哈 剛剛還有七八個 現在人馬上變成 好 結束的時候可以建議 按一下這裡 全景 按一下全景之後呢 拉個輪印給人家看 馬上有人跟我們掰了 欸你是救急嗎 他是不是救急 救急 救急 不過那是不是救急 他說我們掰啊 喔 救急 好 輪好 再輪好 再輪好 好 要利用這個東西 嗯 再來 掰掰 停個五秒 停個五秒 刷掉 存檔 接下來下一階就是 九秒 等你買再來講 字母 圖卡 有沒有看我直播都會打那些東西 好像一台那個 電視台那個 直播車 很好用 好 以上 這下子 你們都試過了嘛 要收嗎 接下來練習自己收 一定要收回去 等於要裝起來 你們要知道怎麼弄 那剛剛沒有講這個 Joystick這個 其實 喔 那個就是 就跟打電動一樣 上下 就是調角度 就上下 對 好 OK